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锐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由于和多市警方就案件调查方向存在分歧 省警宣布不再监督多市警方调查福特友人利息案 智利再度发生里市7.6级地震 邻国秘鲁提高戒备 防范海啸 反而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4月3号星期四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本地方面 旺市今天凌晨发生枪击案 一名男子在私家车内遭人乱枪扫射 头部 腹部及手臂中枪 约克区警方表示 案发在Testin Road加400号公路地区 凌晨4点左右 一名38岁男子中枪 随后他自己驾车到两公里外的一间超市停车场 一名超市顾客见状后报警 警方到卸场后将伤者送院救治 警方指伤者目前情况比较稳定 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安省省警今天宣布不再监督多伦多警方的杀胆二号行动 原因是省警与多市警方在谁才是案件的受害一方问题上存在分歧 而多市市长福特在调查结束后 受到刑事指控的机会也很小 多伦多警方的杀胆二号行动 主要是针对福特有人利息的调查 多市警方指控 利息曾经威胁拍摄福特吸毒视频的人交出视频 因此警方认为拍摄视频的人是案件的受害者 但省警在监督多市警方办案后得出结论 认为市长福特才是真正的受害一方 因为拍摄视频的人可能企图以视频向福特敲诈钱财 而无论多市警方或者省警都没有直接向福特提出刑事指控 福特在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一直知道自己不是此案的被告 而省警退出案件调查等于变相宣称福特无罪 省警方面也在今天表示 监督多市警方调查案件的工作已经结束 除非多市警方能够提供新的证据 或向省警提出要求 否则省警将不再插手 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吉米·卡默 可谓是最为关注多市市长福特的美国人之一 他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访问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期间仍不忘询问克林顿对于福特的看法 克林顿表示福特打破了美国人对于加拿大人的传统影响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昨天做客吉米·卡摩尔脱口秀节目 本来是讨讨他的妻子希拉里可能在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的传闻 但卡摩尔缺间话题引向了加拿大的多伦多 克林顿表示在美国人的印象当中 加拿大人乐观积极任劳任怨友好包容 但福特则告诉人们这个观念可能并不全面 联邦保守党今天在众议院提出一项受害人权利法案 一旦法案通过将改变现行的加拿大证据法 给予受害人更多的保护并有利于受害人在法庭上发声 新的受害人权利法案将有利于弱势的目击证人做共 同时受害人也可以向法庭要求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比如受害人可以要求法庭提供被告的保释令复印件等机密信息 保守党政府一直以来都认为 本国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时过于重视被告权利 却忽略了受害人的利益 新法案当中强调受害人以及他们的家人 有权利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受到尊重 同情以及更加合理的待遇 加拿大东部省份新斯科社省最大的医疗机构 Capital Health的注册护士 今天午夜开始发起罢工 他们在哈利法克斯疗养院以及维多利亚总医院 设起了纠察县开始了30个小时的罢工 护士工会与Capital Health谈判目前陷入僵局 护士工会对于人员编制以及病人护理提出了要求 包括一些急诊重症病房需要加派护士等 但没有得到回应 护士工会表示 在罢工期间将保证在急诊室以及重症室 有足够的护士照看 新斯科社省的注册护士工会 两天前曾经发起了罢工 不过由于罢工不合法 很快被该省劳工部强迫复工 好了 加国新闻之后 我们上次休息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为您带来国际新闻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动机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Malaysia Airlines under pressure Pay compensation to families on the missing plane Under three years of losses PBOC defends its regulation of online finance The services will resume once controls are in place China welcomes Swiss Parliament approval of the China Swiss Free Trade Agreement 才经亚洲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为您报播 用英语纪录片的形式 来记录变化中的东方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探讨 东方三十分钟带领大家探索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大温房产 三月二十七日 WOW TV隆重推出 新闻视角 全方位房产新闻报道 深度对话 专业嘉宾详细解话 热点聚销 热门话题 时期追踪 逢周四晚九点播出 周六五天十一点半重播 人连人是城里人 人不像咱 一吃肉就盯着肥的 人吃不惯 这是你送给俺的 俺平时从来都不舍得带 一万个学生 有一个考上北大的 那一万个人残联 才有一个考上公务员的 我的路也是从贫穷开始的 我希望你拿出根据 来证明 能给我女儿幸福的生活 好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 发生包括枪手在内的 四人死亡 16人受伤的枪击案 军方表示 涉嫌开枪的34岁士兵 洛佩兹相信与极端组织 没有关联 军方说 洛佩兹在2008年6月入伍 2011年曾被派往伊拉克 4个月期间没有遇到战斗 军方又指 怀疑他有精神疾病 但上月接受心理学家检测后 没有发现有暴力 或者自杀倾向 洛佩兹涉嫌在昨天 在基地开枪 射杀3名军人 和射伤16人后吞枪自尽 伤者中有3人情况危待 6人情况严重 智力发生8.2级地震 造成最少6人死亡 数千间房屋损毁 总统巴切莱特抵达灾区视察 而在24个小时之内 智力北部又发生里市7.6级地震 当局再度下令民众疏散 相隔一天 接近阵中的沿岸城市伊基克 居民再次受到强烈余震威胁 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报 不少沿岸居民整晚无法入睡 刚回家不久又要再度疏散 地震发生时 正在灾区视察的总统巴切莱特 也要撤离 他表示自己亲眼见到民众有秩序疏散 赞扬当地民众防灾意识良好 专家指以8.2级地震强度来说 至今的死亡数字偏低 认为是由于当地 有严格防地震建筑指引 以及完善的强制疏散方案 但有地震专家指出 按照地区板块移动幅度推算 当地未来可能发生超过8.2级地震 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8点多发生 并有多次余震 24小时之内 智力北部再次发生里市7.8级强烈地震 之后修订为7.6级 震中位于伊基克以南大约19公里 震源深度20公里 接近早前8.2级地震震中 专家指是该次地震之后的余震 邻国秘鲁也提高警戒 以防海啸 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承认 让俄军进入克里米亚是犯错 表示会不惜一切令克里米亚重归乌克兰 北约则警告俄罗斯不要再干预乌克兰 亚努科维奇被乌克兰国会罢免 走出俄罗斯后首次专访 接受美联社及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共同访问 美联社指他在受访期间不时热雷盈眶 再被问到当初要求俄军进入克里米亚 亚努科维奇承认当时是感情用事做错了 他又说如果仍然掌权不会让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他表示希望再有机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商谈克里米亚问题 另外他否认下令狙击手在基辅杀死80名示威者 又指自己并未贪污 他在乌克兰的豪宅是用自己的金钱兴建 而在乌克兰 军方在首都基辅东北140公里的切尔尼诺夫 再次举行军事演习 带总统土耳其诺夫到场视察 他说军队仍然高度戒备 虽然乌克兰陷入财政困难 但军费不会减少 以保卫国家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警告俄罗斯 不要再介入乌克兰事务 而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则反驳 指俄罗斯有挑衅行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妻子正式离婚 结束超过30年的婚姻 一直保持私生活低调的普京 结束超过30年的婚姻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指 普京与太太柳德米拉正式离婚 并未透露详情 普京同太太去年6月 在电视上宣布分手的消息 当时普京说双方同意分开 因为两人很少机会见面 各自拥有自己的生活 两人育有两个女儿 2008年普京否认秘密离婚 并与前奥运艺术体操金牌运动员 卡巴耶瓦结婚的消息 马航客机失踪近一个月 当局正调查 客机运载的一批山竹是否藏有炸弹 以及机上的餐饮是否被人下毒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强调 不会放弃搜索 搜索失联马航客机的行动持续 当局将南印度洋的搜索区域 再度向北调整 多个国家的军机和船舰集中在波斯西北面 约1700公里海域搜索 而中方再次在卫星图片上发现一件18×18米的漂浮物 已派出两艘船到相关水溢核实 马来西亚当局继续寻多方面调查事件 最新方向是 调查机上在这的四吨山竹有没有可能藏有炸弹 正追查这批山竹的来历 以及是什么人将山竹运上飞机 另一个调查重点是机上的餐饮有没有可能被人下毒 当局已调查食品供应商并无任何发现 强调未有更多线索前不排除包括捷机及虚拟破坏等可能性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早前到访波斯一个空军基地 同澳洲总理阿伯特一同听取了国际联合搜索队汇报最新进展 纳吉布承诺不会放弃搜索 阿伯特就此表示搜寻马航客机可能是历来最复杂的任务之一 但重生澳洲会尽全力协助马来西亚